來到這條第26題,考Sum of AES的概念 條題目這樣說的 現在呢,第一行有1這個數字 第二行有2,3,第三行4,5,6 如此類推,也就是說 第N行就應該有N的數字 很簡單去理解一下,好,接著去到 Part B,Part B就問你 頭N行合起來有多少個數字啊? 那就是1加2加3加4 一直加下去,加到第N行 因為第一行一個,第二行兩個 所以我們現在Part B就是做一個 叫做Sum of AES Require Number就是1加2加3 一直加到N 那就是頭加尾 整項數除2 接著去到Part C Part C就問你,頭N行 合起來的數字 那你想一下,剛剛我們學了 就是頭N行 應該合起來有這麼多個數字 例如頭4行有10個數字 那如果我們想知道頭4行的Sum of numbers 就是1加到10 那如果頭N行 有這麼多個數字 那就是由1加到這個數字 就是1加2加3 一度加到10 因為頭4行總共有10個數字 那如果我們想知道 Sum of numbers 然後就然後 這個N乘N加1 除2 那這個也是一個Sum of AES 那就是頭加尾 然後 接著,乘項數,項數是多少項 這個就扮演項數的角色 再乘二份一 好了,這裡化解回它 應該是N乘N加1乘2N二次加N加2 over 8的,好,這個就是Part C 接著再看就是最後Part D Part D就問了,那第N項 那些數字加起來會是多少呢? 第N項呢,其實它本身在形成一個sum of as 例如第四項,那就是7加8加9加10 第三項就是4加5加6 好了,那如果我們想知道第N項呢 我們就會用頭N項,減回頭N-1項 那就是Part D呢 我們就 requireSum 其實就是頭N項,頭N項我們就算了 這個就是頭N項 接著減回頭N-1項 頭N-1項怎麼算呢? 把N全部requireN-1 全部requireN-1 全部requireN-1 接著呢 那這裡你自己做一些化檢 做完那些化檢之後呢 你最後呢 就應該會得到N乘N二次加1 over2 那 就是這樣啦 其實這裡就某程度上呢 類似之前呢 我們有學了一個顏色的 就是TN等於SN-SN-1 這顏色 類似啦 我們現在就想知道 第N項 那就是所謂叫TN SN就是sum of the firstN roles SN就是sum of the firstN-1 roles 那你這樣減的時候 就出回第N項的sum 不過這裡TN 都是扮演著一個sum的角色 好,整條就是這樣啦